某个程度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他的经验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 所以他当时面对的情况 其实跟我今天 面对的外界的这个看法 几乎差不多一样 因为过境复社 是邻居翔 呃...之后 辞职 在99年大选辞职 99年大选 邻居翔因为输了 这个国会议席 他辞职这个秘书长的职位 过后是郭清福借上去 所以郭清福是取代邻居翔 一代的强人 行动党30年的秘书长 所以外界对他的那个评价呢 也是说他走不出邻居翔的那个 影子 所以你说郭清福面对的那种外界的那个看法 是否跟我今天差不多 差不多一样 就是也是有很多人说我走不出 林冠营的那个 影子 所以某个程度我们 面对的那个情况 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 我知道郭清福当时怎样来面对 这个事情 看到他当时是怎样面对 对 所以 郭清福也是非常努力 他要表示出 自己的一个能力 还有他自己的一个领导的方向 所以你现在是跟着他当年的方式去跑吗 错是参考 我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完全是跟他一模一样 但是只是做一个参考 他怎样来处理一些问题 怎样来处理外界 对他的那种看法 所以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过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怎样来建立起来自己的一个 一个风格 我觉得我们 在政治上 不需要去模范的 你不需要说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 每一个人的性格 他的风格 他的那个处理的方式 都肯定不同 所以 要做一个领袖 你不需要去模范其他人 你要做回自己 找自己的一个定位 找自己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就很 我记得在2004年 我记得在2004年 我当我中选成为州议员过后 在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一个 庆功宴 我有请他来 我还在台上呢 感谢他 因为他提拔我 我还送他一个奖牌 我还记得那个场面 非常温馨 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感动的一个 一个场面 当时他就有 接受了我的那个奖牌 他就有演讲 他就说他很高兴我能够中学 我也很记得他说 15年后 可能我会做律师长 就是过后第二天 就是成为政府的 这个 报纸的一个标题 当时我其实 没有想这么远 真的没有想这么远 因为政治充满的挑战 政治也是很多 不定的因素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么远 就想要 最多是想下一届 能不能够捍卫那个选区而已